周山火海鲜无人机直运金山 浦东至昆山低空载客航线起航 低空经济成风口 上海发布重磅文件 助力产业发展 看懂上海关注 天空之城 下一站如何叙事高飞 我国首次发布先宾礁体检报告 揭露非方闯礁谎言背后真相 号称监测所谓填岛造路 频繁上演坐滩运捕大戏 菲律宾的南海野心 缘和不断膨胀 今晚正在播出 全球热点事件 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 我是小雪 我是金嘉瑞 欢迎收看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党级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要巩固深化党级学习教育成果 坚持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 把党级学习教育成果 持续转化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要善始善终 抓好党级学习教育任务落实 抓好党级学习教育收尾工作 要常态化推进 学级知级明记守级 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 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 综合发挥 党的纪律教育约束 保障激励作用 要着力铲除 腐败资深的土壤和条件 更加有效遏制增量 清除存量 要引导推动党员干部 在尊规守纪的前提下 勤奋工作 放手干事 锐意进取 积极作为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30日召开会议 传达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审议关于推进 党级学习教育 常态化 常效化的意见 对党级学习教育进行总结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今天发布公告 宣布 阿里巴巴集团 完成三年整改 取得良好成效 2021年 市场监管总局 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 实施二选一垄断行为 做出行政处罚 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 全面自查整改 公告称 从核查和评估的情况看 阿里巴巴严格规范 自身经营行为 健全企业合规制度管理 提升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服务水平 合规整改工作 取得良好成效 下一步 市场监管总局 将指导阿里巴巴集团 持续规范经营 不断提升服务水平 为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增强国际竞争力 提供坚实保障 因涉嫌台北京华城容积率弊案 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被带走调查 今天上午台北地检署和民进党当局 连政部门突击搜查了柯文哲 位于台北市的住家办公室 以及民众党中央党部等地 随后柯文哲在调查人员陪同下 前往连政部门接受询问 近期柯文哲因疑似 用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 政治现金做假账 和涉嫌在台北市长任内 放宽金华城容积率而深陷风波 昨天他已召开发布会 宣布请假三个月 暂离民众党主席职位 好 我们进入看懂上海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天空之城 上海正在加紧行动 这个月的中旬上海连发两份重磅文件 锚定低空经济发展的目标 其中上海市低空经济产业 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到2027年提出 到2027年上海将建立低空 新型航空器研发设计 总装制造 试航检测 商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 打造包括低空经济产业创新 商业应用和运营服务在内的三大高地 核心产业规模达到500亿元以上 还要联合长三角城市建设 全国首批低空省计通行城市 建成全国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引领区 而与此同时 上海通信管理局也发布指导意见 从加快建设低空质量网角度 进一步助力上海低空经济发展 比如要逐步实现基于五级A的 低空质量网覆盖 提供三维高经地图 气象数据 通信导航等信息服务 那么就在上海发布重磅门间的两天之后 18号上海浦东至江苏昆山的 低空载客航线正式开通了 这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定点 低空载客运输航线 打着非低跨省通行是什么感觉呢 跟着东方卫视的记者金普庆去现场体验一下 在我们的身后就是即将投入上海昆山低空航线的直升机 那么它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30公里 最多可以搭载4名乘客 这条上海浦东和江苏昆山之间的低空航线 长约85公里 全程不到30分钟 飞行过程中 张江科学之门 无松口国际邮轮港等地标建筑尽收眼底 顺利降落昆山后 这架直升机再次搭载两名旅客 从昆山折返浦东 以前这边昆山到浦东 在不塞车的情况下要两个多小时 像现在的话只要25分钟 后期我们会拓展一些旅游观光 叫医疗机具 比如说我们到迪士尼游玩 到上海瑞金医院 一些医疗机具都可以拓展 这条跨省联动开通的低空载客航线 运营初期每天固定在早晚高峰时段 各直飞一次往返航线 每次可乘坐三到四位乘客 每位乘客还能随身携带一个20英寸的行李箱 目前在市场推广阶段 航线单程直飞价格为1600元至1800元 像这样打飞滴出行的低空时代 要真正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并得以普及 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单趟上千元的票价 显然还需要更加亲民 而在这当中很大程度上 其实有赖于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成熟 比如以正在研发测试的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ito为例 在电动化之后将实现成本的大幅降低 20分钟航程的航线 今后单座的票价将有望控制在300元以内 再比如在低空出行的便利度方面 也需要通过持续的场景验证 来不断的提升体验感 那么相信随着相关技术产业的持续进步 以及各项支持举措的陆续出台 天空之城未来可期 相关阿迪我们在上海演播室 请到的是上海通用航空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任何 以及风飞航空科技高级副总裁谢家 欢迎两位 首先想请教谢总 我们这个风飞航空本身就是打造 空中低势的一家企业 而且这个月咱们的盛世龙Evito 刚刚完成了跨长江的首飞 所以相比传统的我们说所谓的飞行器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Evito 它具有怎样的优势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问题 Evito全称是Electric Vertical Take-off and Landing 就是电动垂直起降和空气 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纯电动的电动化 那么纯电动电动化 它实际上是用电机取代了我们传统航空器的这种 我们说游动的发动机 那么这一块的话 它可以大量的精简 和使整个的这个 就是说没有更加复杂的 比如说机械结构啊 油路啊 液压等等这种复杂的装置 可以让整体的这个飞机的维护成本 和维护难度大幅的降低 也可以大量的降低它的运营难度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它的这个垂直起降功能 这个是跟传统的固定翼航空器相比 它不需要机场和跑道 所以的话 这可以大量的节省我们的土地资源 也可以大量节省我们基建的一些成本 对环保也有很大的一个好处 然后它的强自动驾驶功能 可以使得它不需要说 有非常就是高难度的训练过后的这种 我们说的飞行员 这种飞行员的相对来说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它会大幅降低 未来的我们说的安全驾驶员的这个成本 这个门槛和这个门线 所以它会让整体的一个运营的成本大幅降低 这也是它能够把整个成本降低的一个很关键 那当然相比我们说的传统的 比如说直升机相比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种维护难度 维修难度 机械复杂程度以外 其实很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噪声 就是它的相对来说的话 在飞行过程当中的噪声 基本上在离地面 比如说200米这样子高度 地面是无感的 那么即使在起降的时候 它的整体的一个产生的噪声 也相对直升机相比 接近是1%的这样的水平 好 我们把这个话题转给人主任 刚才我们讲的Evito这样的空中低势 其实就是低空经济运生的一种产品之一 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观众也普及一下 如何去理解低空经济这个新生事物 低空经济这个概念 最早是在2010年 被中国的一位学者提出来的 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提法 比如美国叫AAM或者UAM 低空经济就是以各种 有人和无人驾驶的航空器的飞行为引领 辐射带动相关融合产业的发展 的一种新的经济业态 这就是低空经济 刚才我们也念到了 上海最新发布的行动方案 提出要打造低空经济的三大高地 产业的规模可能超过500亿元 那么从这个时间点 推出这样的行动方案背后 体现的是上海怎样的工作部署 那么过去航空是民航局管 这个空域是空军管 现在提倡搞低空经济 把视权下放一个地方 那么全国各地都在风起云荣的抓低空经济 作为动能转换产业升级的一个抓手 那么上海在布局低空经济的时候 要培育一批领军企业打造一些示范性的场景 要培育一些新的产品 提出了很多定量化的一些指标 包括四航取证的企业 还有要提升200架大型无人机和重型货载的这样的能力 年产能力和100架这样的载客的年产的能力 这都是上海的一些具体部署 这种空中低市它其实包括了货载 包括了客载 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未来的目标有非常多 包括示范的场景 包括示范的产品 稍后继续对话 那么示范应用是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除了空中低市 在上海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 正随着技术的进步变得越来越丰富了 那么理想照进现实的脚步也是正在加快 电力驱动 垂直起降 载重10公斤 能飞行120公里 在金山城市沙滩 无人机跨海配送的低空物流场景正逐步成为现实 我们从舟山 舟山到上海的这个 到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到金山 我们已经拉通了什么呢 从我们的金山的华东无人机基地 到我们的学会边疆的龙华直通机机场 这样就可以我们把一些活的海鲜直接送到市民的家里面了 目前 这家企业的跨海生鲜冷链运输服务 已经实现每天10个架次 一周50个架次的常态化运营 今年7月 企业还开通了上海首条跨江无人机送药航线 能够实现血液制品 紧急药物的快速跨江运输 而为该企业无人机做场景应用测试的华东无人机基地 也已经开辟金山至舟山 金山至盛四岛等 8条无人机物流航线 以及1平方公里路上是非起降连 除了物流运输配送 低空经济在医疗救援 抢险救灾 气象探测 测绘巡检等多个领域 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显著提升了行业效率 工业级无人机 航空级无人机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分体式飞行汽车等概念层出不穷 上海是全国布局低空经济最早的城市之一 那么从前端材料 航空器研发设计 到检测基地 商业应用 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 为低空经济的加速起飞提供了动力 目前上海已急剧了风飞 沃兰特 预风未来等全国约50%的电动垂直 起降航空器头部创新企业 推动空中出租车从小众试点变为大众体验 政策的出台的话 对于我们这种新型航空器的一些 测试 运营 在实际场景中的落地 然后都会推动我们这一块的进程 面向低空 新型航空器起降等需求 智能垂直飞行器起降平台也在研发中 这家上海企业自主研发的成果 可搭载21套系统 既能为飞行器快速充电 也能提供气象监测 智能导引等起降支持 如同一座小型的机场航站楼 这两个就是冲击装 20分钟是把以微头充满85%以上的电量 低空经济的广阔市场带动了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力 这家上海化工企业正与下游飞行器企业协作 加快碳纤维复合材料 在低空飞行器制造中的规模化生产和应用 此外 上海还有着非常重要的空间利好 最新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加快布局低空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产品研发和制造 长三角各区域协同互补 在低空经济产业生态的构建上 具备分工协作的潜力 我们继续对话两位嘉宾 首先想请教谢总 我们说风飞是国内最早投入去生产 或者设计EVITO这样的无人的航空器的企业之一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会选择在上海生根 而且上海的这种产业的优势和区位的优势 对于风飞来讲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呢 非常感谢主任的问题 上海首先它具备非常丰富的 尤其是易于诞生EVITO航空器的这样子产业的这种负能 比如说我们的新能源车它的这种三电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大航空 像我们的这个商飞 它所形成的这种航空的产业链 这里面整个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 以及产业的资源 都会对我们EVITO航空器的研发制造 产生很大的这种帮助 那么另外一个我想说就是上海 也是一个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 所以在我们的下游 我们的客户以及包括我们作为中国的科技型企业 对外展示的窗口来说 上海给予我们很大的一个空间 像我们其实有很多海外的一些客户 都是通过上海这种对外的窗口而获取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我相信上海是一个非常具备这种发展潜力 尤其是能够助力于整个低空经济和EVITO 发展的这么一个超级的大城市 刚才谢总讲到了上海的一些优势 包括人力资源 包括产业资源 包括我们是一个对外展示的窗口 5月份我看到一份媒体发布的报告 就是城市低空经济的链接力指数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当中 全国的30个城市当中 北京 深圳 在企业聚集力 创新聚集力 资本活跃度等等 他们排名是前两位 而上海是处在了第二梯队 从这个角度 任主任您给我们分析一下 上海还有哪些工作去做 去追赶 同时我们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如何避免外界所谓的 像这样的一个新生事物 容易出现了这种一轰而上 一轰而散的这种景象 刚才谢总也谈到 上海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 有很好的资金优势 人才优势 还有国际的视野 那么在低空经济方面 上海同时也有一定的劣势 那么上海毕竟是一个地域狭小 人口稠密和高楼林立的地方 那么上海市在低空经济的发展方面 谋定而后动 先从顶层进行设计 然后制定出相关的标准规范 相关的培育目标 那么这对上海低空经济的发展 是有非常好的帮助 可以避免一轰而上 一轰而散的这种局面 上海我相信低空经济 一定会成为全国的示范引领地区 成为我们未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天空之城 谢谢两位 小雪我听下来就是感觉到 理想照进现实 现实还需要更丰满 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我非常关注两个关键点 一个是要找到自身的优势 另外一个就是要提前要锚定 这个产业链上新的增长一点 顶层设计 那我们也特别关注到 今年低空经济是首次被写入到了 政府工作报告 并且被定义为新的增长引擎 此后国家层面是多次印发了方案 为低空经济的加速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而在今天的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 还专门拿低空经济举例 强调新业态新领域市场准入环境 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完善 全国各地进行发展这个低空经济 但是低空经济的发展 它伴随着安全 行业这个产品的行业标准 准飞的准入这个规则 规制是什么 规则规制在哪里 应用场景在哪里 产业发展的规矩在哪里 低空经济作为新制生产力的一个突出代表 没有规矩 天上乱飞 那就要出问题 所以说这个要有序方块存入限制 更好的促进行业态发展 正如国家发改委相关的负责人强调的 低空经济成为了全国各地 进相发展的重点之一 那么在这个背后 一个万亿级的新赛道正在逐步显现 一份研究的报告也显示 预计到2026年 我国的低空经济有望突破万亿元 为了向天空要GDP 多地是开足了马力积极布局 在广东珠海 低空空域协调服务系统 就像空中红绿灯 协调各类飞行器 停 走 等 还能生成空中地图 让空域的放开更安心 安徽合肥 则凭借地处长三角的区位优势 吸引了一行等行业主要参与者 还获得高达1亿美元的投资承诺 包括北京 浙江在内的十多个省市 也都将通用航空机场和低空旅游 作为优先发展方向 中部地区也在抢滩登陆低空经济 陕西西安已经迅速崛起为 中国重要的无人机中心 仅2022年至2023年间 就有1600多家新公司注册成立 此外 仅今年8月 全国多地低空经济的相关支持政策频出 12日 河南发布 附近全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要求到2025年完成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布局 初步建立低空空域管理机制 广东佛山紧随起后 明确到2030年 低空经济产业集群产值突破百亿元 另据不完全统计 江西 广东 湖北等多地与低空经济相关的项目 正在申请备案或已经获得备案 不少城市还纷纷成立各种产业基金 提供各项财政支持 土地和优惠政策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 低空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早期的应用探索 到规范化发展和普及应用阶段 相关的研究报告也显示 去年全球的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 已经达到了数千亿美元 预计未来几年 仍将会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扩大 美国 加拿大 巴西 法国 德国等国 纷纷是抢占了通用航空市场 北美和欧洲由于技术成熟度较高 以及政策环境相对宽松 行业的研发和测试 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进展 这个当中 美国在通用航空领域是走在前列 根据2022年的数据 美国拥有超过20万架通航飞机 接近2万多个机场 直升机 起降场等等着陆的设施 那亚洲的日本也在政策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上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好 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嘉宾聊一聊 要再问到任主任 任主任 特别关注两个数据 一个就是到今年的5月底 全球低空经济产业它的专利申请 这个当中中国的占比是位居全球第一 超过58% 这个数字说明什么 另外就是根据预测 2050年的时候 全球这个城市空中交通市场的规模 会达到9万亿美元 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而这个当中中国将会占到28%以上 您又怎么看这个发展趋势 在这片蓝海当中 上海又能够有怎样的作为 是的 低空经济现在在全球范围内 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那么在早期 大家可以看到 从莱特兄弟发明飞机 到喷吉士飞机进入应用 每一次航空的革命都对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那么低空经济未来也会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那么在这个领域里 无论是它的产业链的长 辐射面宽带动性强 都会给我们在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上 发挥巨大的作用 那么从上海来看 上海由于过去新能源汽车 在信息化技术 通信技术方面的长期激烈 使得许多 尼维托的头部企业在上海 以及长三角进行计局 这将来会在上海 在航空气研发 航取证 以及应用示范方面 都会有巨大的领先作用 它有集群效应 所以低空经济未来 会对上海的经济有巨大的促进 可以说会再造一个新上海 所以它在这个长度深度 广度上都会带来信用影响 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那作为万亿级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 低空经济 它不仅会带动产业升级 提振消费 扩大投资 长远来看 还会影响城市发展格局 和区域竞争格局 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 稍后您将看到 我国首次发布 仙宾礁体检报告 揭露非方闯礁谎言背后真相 号称监测所谓的舔岛造路 频繁上演坐贪运步大戏 贵律宾的南海野心 缘和不断膨胀 进入焦点对话 进我国的人爱焦之后 今天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等单位联合编制的 仙宾礁 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首次发布 相关部门在今年的5月到7月 对仙宾礁 珊瑚礁的生态系统状况进行了调查评估 报告显示 珊瑚礁系统总体健康 现有的6个沙洲均为自然形态 报告的出炉击碎了费律宾炙的所谓 中国在仙宾礁人工作业 导致该水域大量珊瑚死亡的谣言 发现车群 糖冠螺等表征珊瑚礁生态系统健康的相关指示物种 以及女海龟 带帽 长文元海豚等珍稀生物 郊区的关键生境指标值处于珊瑚事宜生长的范围 至于菲律宾炮制的所谓中国在仙宾礁人工低级珊瑚碎屑 导致该区域珊瑚大量白化死亡等言论 毫无科学和事实依据 这份关于仙宾礁的体检报告有哪些重要的数据指标 菲律宾海警船在仙宾礁相关的区域 一系列的非法行为 又会给这一代的水域生态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作为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仙宾礁位于仁爱礁东侧 东西长约21公里 南北宽约12公里 礁平城环形分布 大部分位于水下 这里 栖息着南沙群岛三分之一的珊瑚礁鱼类种类 也分布着南沙群岛几二分之三的造礁石珊瑚物种 在为期三个月的调查中 相关部门开展了珊瑚群落 礁漆生物 礁区生境和人类活动等四大类 共75项要素的调查 结果显示 2024年较2012年 仙宾礁的造礁石珊瑚覆盖面积体上保持稳定 分布有造礁石珊瑚236种 造礁石珊瑚覆盖率平均为24.7% 最高为51.3% 较世界主要珊瑚礁分布处于较高水平 报告还分析了仙宾礁沙洲的形成过程 调查显示 仙宾礁六个沙洲均属于自然形成 低潮石均露出海面 其中有三个沙洲的最高点 也高出当地平均大潮的高潮面 专家指出 这一调查发现 与我国历来坚持仙宾礁 是属于南沙群岛的一片高潮高地的主张相吻合 为我国在仙宾礁海域争取相应的海洋权益 提供充分的科学依据 调查人员还发现 在仙宾礁海域有较多船舶活动 特别是有相当数量 未经许可的菲律宾船舶活动的痕迹 这些船舶的毛泊与捕捞活动 可能影响到仙宾礁区域珊瑚的正常生长 有关这个话题的解读 马上要连线的是中国南海研究院 世界海军研究中心的主任陈向淼 陈主任您好 那除了全面评估仙宾礁水域 整个的这个生态系统状况之外 在您的观察来看 这份报告还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这份报告我觉得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在于这个我刚才短片里面看到了 实际上的话发现 我应该说是再次确认 仙宾礁的这个有六个海洋地 我们叫沙丘 那么其中有三个 那实际上高潮的时候 是露出水面的 那么我们说这个 菲律宾在2016年的这个发布的 我们说仲裁庭发布的 仲裁庭的这个报告里面 裁决报告 里面就提到了这个 很重要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低潮高地 一个是高潮高地 那么事实上的话呢 菲律宾的逻辑很简单 认为仙宾礁是一个低潮高地 那么他认定这个处于他的两百海里 中军区以内削弱中国 对这个仙宾礁的相关的这种权力主张 同时又提出一个所谓的高潮概念 这个完全是菲律宾方面 仲裁庭方面这个提出来的 那么事实上这个是以公约里面的 相关规定是 本身的概念是不在公约的内容里面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很重要 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确认了 那么在仙宾礁有这么三个海洋地 如果是高潮所入出水面的 那意味着我们对仙宾礁的主权 得到再一步的强化 同时也披露了 菲律宾对于所谓的低潮高地的说法 其实是与事实不符的 所以这次我觉得是除了环保之外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确认 所以用事实说话是最有利的 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那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不过菲律宾却始终没有打消 染指仙宾礁的企图 在多次试图海面补给失败之后 菲方又挽起了新花样 根据中国海警局通报 8月28日 菲律宾一架H145型直升机 向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 非海警9701号船空投物资 中方全程跟肩 一归处置 甘宇表示 菲方冒险行径 极易造成海空不测 今年4月起 菲方以所谓防止中方填海造陆为由 派出海警9701船 继特雷沙 马格巴努亚号 非法闯入仙宾礁临近海域 截至目前 非法滞留已经超过100天 8月19号以来 菲方多次企图通过海警船 公务船 渔船等 为该船运送补给和建筑材料 均造失败 对此 国防部发言人 吴谦昨天表示 菲方妄图实现 在仙宾礁长期存在 打开了恶化南海局势的 潘多拉摩河 菲方应立即采取行动 撤船撤人 恢复该交无人 无设施状态 中方将继续采取 坚决有利措施 维护自身领土和海洋权益 而菲律宾一再挑衅的背后 离不开美国等盟友的 怂恿支持和站台背书 当地时间8月29号 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帕帕罗在菲律宾叫嚣 美军已经做好准备 协助菲律宾在南海执行 运步任务 而菲军的总参谋长布劳纳 他则说 当菲律宾无法独立应对中国时 不仅会寻求与美国合作 还要与其他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 与此同时 日本驻飞大使也跟着拱火 就中飞船只的冲撞事件 发表不当言论 对中方无端指责 对此中方已经向日本驻飞使馆 发出了外交召会 予以抗议和谴责 好我们继续请出陈主任 陈主任 对赖在仙兵礁的非方的船只 现在菲律宾他们是采取了 空投这样的补计方式 那这样的方式会给我们的 依法管制带来难度吗 我们目前还可以采取哪些反制的措施 另外就是在您看来 美方真的会帮助菲律宾 来运补船只进行护航吗 确实是这样 因为这个菲律宾 他现在说的话 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在新兵礁建立这种长期的存在 现在是用空中的运头 那么事实上在仁爱礁之前 也用过类似的措施 那么我们说空中运头的话 虽然说大大便利的菲律宾行动 但事实上也使得中飞双方在空中发生意外事件的风险再增加 我们说两架飞机在空中的近距离相遇的危险性 也要大于在海上 从小型的水面间里的相遇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我们说 先说美国会不会提供着护航 那么事实上的话美国会不会 那么我个人觉得最近的一次美国这个高官的这个表态 实际上只是一种认知战的一种策略而已 只是一个信号 它只是说不排除这种可能的选项 但美国目前来看的话 还没有完全做好 要直接介入到这个冲突里面去的这种准备 美国很多信号也都表明了这一点 所以飞机宾实际上是过度的解读 那么过度的自信 那么我们说美国本身护航来讲的话 不管他今天用海军还是海警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都不太高 那么对于中方来讲的话 不管是美国护航还是说在这个运投 我个人觉得中方能用的手段都很多 即使是通过空投的方式 那么中方也可以通过空中的管制 以及通过相应的反制 对飞机宾的这个空投行为进行这个反制 那么从同时呢 对于即使说美国进行护航 那我相信中方能采取的措施也会很多 那么在海上的话 中方唯一 我觉得美国跟飞机宾目前比较遗憾的 低估了我们的决心 也低估了我们的能力 那么当然我们中方是做好一些准备 只是说现目前阶段 目前阶段我们是以克制为主 所以说我们的手段很多 包括管制 包括采取现地的措施 包括阻止相应的干扰等等 一些措施都有很多 但只是我们目前的措施是以克制为主 谢谢 好 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所以我们是要提前预判各方的影响因素 也提前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总体感觉今年以来 菲律宾所有的座位都是试图要把南海搅得越来越混乱 他们就这样一个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 飞方一方面在南海方向不断的制造事端 另一方面却以所谓区域紧张局势为由 加大了军事投入 昨天的菲律宾的军方高官就放话称 将花费巨资以获得中程导弹系统和先进战斗机 在当天的国会预算听证会上 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表示 除了现有的韩国F-50战机 菲律宾还需要速度更快 杀伤力更大的战机 国防部计划采购40架多用途战斗机 同一天 菲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劳纳公开表示 非军方希望获得更多尖端武器 包括中程导弹系统 据悉 菲律宾准备为此花费至少330亿美元 目的是在所谓区域紧张局势日益加剧之际加强领土防御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 低封中程导弹系统正部署于菲律宾境内 该系统是今年4月美飞举行联合演习期间部署 虽然美国在上个月声称要撤出 却迟迟没有动作 资料显示 低封中导系统是美国陆军远程精确火力打击计划的一部分 该系统主要用于发射战斧巡航导弹 或者标准6导弹 最大射程可达到1800公里 那么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再次就美中导系统在飞部署 表明了中方明确的反对立场 美飞此举挑动地缘对抗 加剧地区的紧张局势 飞方应当清紧地认识到美方的真实目的 回应地区国家的共同关切 不要牺牲自身的安全利益 为美国火中取栗 按此前的公开承诺 尽快地撤走中导系统 这些讨论我们要来连线的是特约评论员王强 王强你好 主持人好 我们首先讨论这么一个问题 从4月份开始美方是把低风放到了菲律宾 那么美方迟迟不把低风的中导系统撤走 在您看来一个是拖什么 一个是不是他们压根就不想撤走呢 我想美军没有撤走 现在没有撤走低风系统表面的原因是 它的相关部署训练还没有完成 实际上是买家的决心最后还没有下 因为这套系统未来不排除会以军事的形势 留在菲律宾的 就是它有可能留在菲律宾 留在菲律宾对我们来说威胁有多大 因为我们知道低风系统是美国陆军中程导弹发射系统 它使用战斧弹的话可以打2500公里 那么这样就可以从旅宋岛北部覆盖我们华北送身 这套系统是美军针对我们解放军联合多余作战指挥控制战 一个陆军关键武器装备系统 我们知道菲律宾地处第一岛链是美军部署这套系统最理想的一个位置 今年4月份它进到这套系统之后 也开展了一系列的美飞联合多战演习的一个相关训练 菲律宾的说法是9月份会撤出 但是我们知道这套系统本身性能并不是十分突出 导弹飞行是亚硬素容易被发现 也容易被拦截 一套系统才四个发射单元 但是美军部署这套系统并不是发挥它的打击作用 而是力挺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军事信号 这套系统它从来不是单独出现的 因为它的背后是美国陆军多余任务作战部队 而美军印太总部司令部帕帕罗 就刚才短片当中已经公开表示了 要支持菲律宾对非法侵占导教的一个补给行动 那么有了这套导弹 相当于是美国陆军海军同时在为菲律宾站台 那么菲律宾当然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冲向对抗中国的第一线 这套系统的部署目的就是在这里 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看 美国才是这次事件的一个黑手 菲律宾如果现在不能认清形势 那么已经不是我们引不起警惕的问题了 而是要如何反制的问题 谢谢王强 谢谢王强做回我们的节目 稍后继续 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